5月25日 黑龙江省高三学年毕业生再次迎来返校复学 自4月份黑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后 黑龙江省返校复学仅10天左右的高三学生再次离开学校返回家中 近来随着疫情好转 高三毕业年级迎来二次返校 25日返校当天 记者走访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市第一中学 早7点左右 学校门前就有学生在等待学校开门 高三年级的依子欣是第一个来到学校的 她告诉记者 能够回到学校上课 她非常激动 也会更加珍惜剩下的高中时光 对于第二次回到学校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激动的 然后也是挺怀念我的学校 因为高三了 然后还有一个多月可能就要高考了 然后我也会更加珍惜这段时光吧 就是肯定会对于校园会更加的认真 然后也更加的期待和我的同学们和我的老师会面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高三师生在复学前已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 检测合格后才能返校 同时开学后依然采取错时错峰入校 实行小班授课 每天第一节课不早于八时 晚上放学时间不晚于十八时 记者在学校内看到 学生们经过红外测温之后 在每个班级门口还要进行二次测温登记才能进入教室 目前距离七月份的高考时间仅剩四十多天 学生们目前的精神状态与学习情况如何呢 对于这个再次复学呢 能够看出来 今天能看出来学生的这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的这个饱满的 然后状态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希望他们能够充分的利用下一个阶段的时间 然后把这个 这个最后的这四十多天奋战到底 最后取得好的成绩 可能心里可能会稍微急躁一点嘛 因为毕竟在家里肯定是没在学校状态好一些 面对学校要是全面复课应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虽然可能哈尔滨或者说黑龙江的学生复课 可能会比别的省的 别的市的同学要晚一点 但是我们也在网络上积极地进行学习 也是一直没有停止我这个学习的步伐 也是一直都很努力 我们复学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学习上利用的心思 利用的努力是绝对是一样的 然后我也相信我的高考 包括我的同学们的高考 一定会取得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而不是因为这段疫情就让耽误了我们的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